最新世界最富裕国家排行榜出炉 在十大最富裕国家地区中 亚洲的驱占了三个 包括排名第一的新加坡 华尔街247 在6月10日发布的报告 显示最富裕国家 2023年的最新排名 十中国香港 香港位于中国南部沿海 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为全球主要的金融中心 和繁华的大都市 其经济由金融 贸易和专业服务驱动 该地区的预期寿命为85.5岁 居世界首位 九阿拉伯联合球场 阿联酋位于中东 由阿布扎比 沙加 迪拜 阿智曼 富柴伊拉 乌姆盖万 拉斯海马七个求常国组成的联邦制君主国 以其摩天大楼而闻名 经济充满活力 正在多元化发展 主要经济产业 包括石油和天然气 房地产和旅游业 阿联酋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 尽管他正在努力实现多元化 但他仍然严重依赖石油 8.中国澳门 澳门位于中国东南沿海 被誉为亚洲拉斯维加斯 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它拥有充满活力的娱乐和旅游业 包括世界级的赌场 使其成为繁荣的赌博中心 澳门经济研众依赖旅游业和博彩业 澳门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20,426人 世界第一 7.瑞士 瑞士位于阿尔菲斯山的中心地带 以其银行系统和高品制手表而闻名 在金融、制造和制药等行业的推动下 它拥有强劲的经济 这个富裕的欧洲国家 还拥有83.9岁的第四高预期寿命 并且在腐败最少的国家中排名第七 6.爱尔兰 爱尔兰雍有高度发达和多元化的经济 由制药、技术、金融服务和农业等行业驱动 由于其优惠的税收政策 它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 根据透明国际 它也被认为是第十个腐败最少的国家 5.卢森堡 卢森堡是位于欧洲新藏地带的内陆国家 以高度发达的金融业而闻名 是投资基金和私人银行业务的领先枢鸟 该国的经济依赖于金融服务、钢铁生产等 4.挪威 北欧国家挪威是石油、天然气和海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 自从发现北海石油以来 这个司刊的纳维亚国家一直是一个大型能源生产国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化石燃料出口国之一 作为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它拥有第九高的预期寿命 为83.2岁 并且在腐败最少的国家中 排名第四 3.百慕大 位于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土 百慕大以迷人的海滩和珊瑚礁而闻名 它拥有蓬勃发展的经济 主要集中在旅游业及为国际企业提供离岸金融服务 百慕大是离岸保险和赛保险服务的全球中心 2.卡塔尔 卡塔尔2022年举办世界杯足球赛而成为世人的焦点 位于亚洲西部的阿拉伯半岛 以丰富的天然气主量而闻名 是世界领先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 尽管是一个小国 但卡塔尔的人均收入位居第二 这主要受其能源行业的推动 使它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新加坡是著名的城市国家 又称诗城面积728平方公里 是全球主要的贸易和金融中心 主导经济产业包括金融科技和制造业 根据透明国际的数据 新加坡在腐败最少的国家中排名第五 经济强劲 生活水平高 为了确定世界上最富有的十个国家 华尔街247查阅了世界银行 提供的198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数据 世界银行采用购买力评价法 估算人均国民总收入 数字以限价国际元计算 其他数据 以当前国际美元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人口和出生时预期寿命 也来自世界银行 当一个国家的国民总收入 除以其人口时 人均国民收入可以深入了解 一个国家的经济福祉和生活水平 例如 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的居民 往往预期寿命更长 政府腐败相对较贫穷国家少 以下是第11至20富裕国家的排名 11.美国 12.丹麦 13.文来 14.荷兰 15.瑞典 16.德国 17.比利时 18.奥比利 19.奥比利 谢谢观看 再会